在香港隊回到香港之前 在你有意外勞這個位置 我們請來香港隊的李慧斯 和沈金康教練 歡迎 歡迎 Thank you 剛坐在牆椅的時候 其實見到李慧斯都特意就住右腳 然後是沒有完全直直 但都就住就住坐下來 其實重拖不痛 傷口怎樣 其實因為現在剛剛結了招 所以屈的時候都會有點痛 而且屈久站起來會比較痛 走路就OK的 所以不用擔心 好 但你也說過 傷口的痛我撐得住 但這裡的痛現在好成怎樣 其實昨天我看了很多市民的留言 和很多朋友和家人給我的鼓勵 所以今天好了很多 還有沒有甚麼說話想跟你說呢 因為一直都保持著很多很多市民 在這個社交媒體數以萬計的例子 可能幾十萬去 當你在香港知道 當你在巴西知道之後 賽後知道了 其實第一刻的感覺是怎樣 其實都很驚訝的 因為自己從來都沒有想過 原來今屆奧運是有這麼多人留意 其實我很想多謝教練 和我們所有的工作人員 其實一個奧運 不是只有一個運動員 幕後還有很多人 所以今屆奧運 雖然未必好像預期中 這樣拿到獎牌 但其實他們的付出 可能比我更多 大家看到的 一個堅強的李維斯 其實是他們教出來的 我也知道教練有說 你有沒有摔掉的信心 那你在那時剛剛跌倒的時候 其實心境是怎樣調節的 那個狀態是怎樣 其實我又沒有特別去想 跌倒是否痛 或者犯規這些情節 因為我覺得一個運動員 去到比賽的場上 只是會想我怎樣可以 在之後的比賽做得更加好 所以在當時的環境 我只是想 我之後唯一可以做到的 就是在七至十二名的比賽 排第七 還有在真鮮賽裏面 盡快恢復 洗傷口 令到自己 有一個最好的狀態去迎戰 教練 你賽後說 這一次是最傷心的一次 可以跟我們說一下嗎 因為從李維斯的準備上 這是他歷來在準備 重大的運動會上 準備的最成功的一次 因為他的個人的能力 比以往提高了非常的多 比如說我們來評定 他那個結隊的爆發力的一個指標 就是兩百米的成績 我們在四年前就定錯 我們兩百米爭取要到十秒六 十秒六 對 十秒六 十秒六這個水平在聽起來 是一般的 如果你要在李維斯表現出來 是非常的優秀的 這次奧運的紀錄是十秒七以上 那麼李維斯住到了 他最快的成績在廣州的單車館裡面 已經是十秒五到十秒六之間幾次都出現了 那這就證明他已經具備了這一個能力 這一個能力要用在比賽上 但是他在凱琳賽的資格賽第一場的 就是第一戰的時候 他沒有用很大的力 他獲得了前二名 他是第一 進入第二戰的時候 他還沒用力 他所有練的這些功夫 還沒有能夠在台上表現出來的時候 他摔倒了 這是對教練來講 我在對角指揮 他在我的場地的對角 我離他有一百米 我看他摔倒 我直到就結束了 但是這次我走過去 我走過去 不能講任何的話 因為起來吧 我們就把這一個當成過氣色 他不再存在 我們要面對未來 將來 這將來就是爭先賽 所以我們全隊都沒有再提摔倒的事 我也沒有問他疼不疼 我也沒有問他傷心不傷心 我也跟他講 沒關係 我們後面還有 然後我們按部就班的 繼續做我們後面的比賽 而他讓我感動的地方在 他即刻就翻看了一下 後面的比賽需要做的準備 就是他要進行七到十二名的比賽 那麼本來要進入一到六名的決賽 變成七到十二名的決賽 這兩個是一個天一個地 很多運動員在七到十二名決賽的時候 就會失去信心 因為摔倒以後 我再去比也沒有意義了 但是理會是不是 他通過七到十二名的比賽 馬上就全部振作起來 他好像沒有發生過這個剛才摔倒的事情 當前場的人都在為他惋惜的時候 很多隊的教練都跟我來講 教練你非常惋惜 你會是摔了 他很有希望 包括很多運動員都來跟我講 但是他好像沒有發生過 我們全隊好像沒有發生這件事 我們要他馬上振作起來 進行七到十二名的比賽 而且把他當成真冠軍的比賽 聽到教練和你那種默契 大家不說 但是大家其實知道心裏想著的事情 你怎樣形容你和阿嬸金康 這種無然的默契 眼淚在心裡流的那種感覺 其實我覺得我和教練 大家都會向著同一個目標去進發 我們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有時可能我們會有矛盾 或者會有爭執 但是當大家靜下來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大家都是為了同一個目標 所以我們會互相體諒和包容 而到最後我們這一屆的奧運 是達到一個很好的團隊 我覺得其實這是我們很開心的事 前路呢?跟著下來呢? 那條路是怎樣行的? 其實我現在都沒有特別去想 以後做不做運動員 或者會否退役 我覺得這些太直接的問題 我覺得現在其實應該放鬆一下 還有留一點時間陪伴家人 有一段時間沒有見過他們 所以希望留一點時間在香港先 那之後再考慮一下 之後你的腦 過去的不可能再變為現實 所以我希望你會是在未來 能夠通過一個調整之後 重新建立一個新的目標 我相信也能做到 好 多謝兩位的時間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相信其實全香港的觀眾 全香港的朋友都會 希望李慧斯和沈金康 再加上香港單車隊 以至整個香港體育界 在這次激勵人心的里約奧運會之後 會更加全心全意地支持我們 所有香港的運動員 教練員、訓練員 因為背後的團隊 其實的確是很多很多人 香港隊加油好嗎 好 謝謝 3、2、1 香港隊加油 香港隊加油 香港隊伍裡面是金牌 似乎都準備在到時東道主的時候 大放異彩 肯定 在這個里約奧運期間 當地亦有一個日本文化館 我們巴西的同事帶大家看看 在奧運期間 里約市面很多不同的地方 都有各個國家打造的小屋 裡面會介紹他們國家特有的文化 主要都是和體育相關的 這間就是里約館 展品真的很多 如果學懂了所說的原理 應該真的可以做到萬能必 可以了 最好的學習方式 當然是親身經歷 下屆東京有攀石比賽 我參加了 一如這樣說 已經替你報名 明年去長洲搶包山了 至於如何又有型 又快地跑步 我中學時是田徑隊 不過看我的姿勢就… 據我來說來到巴西 當然要踢球 衝衝快搶攻 不過這裡不能向前衝 只能扮蟹打橫行 高 我才知道你是沙蟹還是河蟹 面對著我那隊這麼可愛的搜换員 你竟然… 挾一挾 看兩場比賽 轉場再玩吧 今屆的奧運 在巴西里約熱奈勞舉行 下屆的奧運 就在日本的東京 一說到東京 立即想起東京巨蛋 裡面有足球體 棒球 還有演唱會 不過剛才看看 原來全新的國立競技場 已經建立 將會成為主場館 而身為港女的 我一說到東京 當然想起魚生 壽司 當然想起築地市場 但很可惜築地市場 就要搬 因為那個地方 要用來建立新的奧運傳媒中心 而我一說到東京 當然想起一些AV 很識貨 說的是日本的 Audio and Visual 影音產品 非常之厲害 下一屆可以 8K看奧運 東京館 絕對是今次 三十幾個國家的文化館裡面 最受歡迎的其中一個 因為大家都很想 台前四年 就感受一下東京奧運會 是甚麼感覺 今屆里奧有28個大項 四年之後 可能就是33了 早前公佈了下屆奧運 五個新項目 棒球、雷球 空手道、滑板、滑浪 以及Louisa苦戀忍的運動攀登 日本和香港 只有一個小時的時差 體育迷到時真的 電視飯 早飯、午飯和晚飯 一天三餐 我知道 我真的知道這些是模型 是假的 但是來了巴西 就來整個月了 我真的很想吃日式放題 這部8K的電視 漂亮是漂亮 價錢更漂亮 希望到時8K 可以買到這部8K 我只知道是美金而已 太多了 可以通常 可不可以回路 對 不用了 全體育迷